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自至今年3月 沙嶺超级殷葬城的前期工程 已经花费11亿公帑 近日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喜殷葬城不急于一时 要求释放沙嶺的经济潜力和发展空间 政府就说 现阶段无意撒停 有没有其他方法处理呢 罗湖和敏感度之间的沙嶺 有不少二门行山路线 可以远眺边境地区 乡村环境 几十户民居都是平房 来到这户民居的后山 沿着山路一直上 原来有个大工程 这一片工地 就是面积达到1.8公顷的 超级殷葬城地基 一何之隔 就是深圳市商业区 住在深圳的Milk 家里在23楼 窗口对正香港这个地盘 Milk说她的妈妈 在97年选救单位的时候 正正看众景观够开扬 而自己三年前 也都从香港搬到来这一处定居 这里建议市都成十几二十年前 之前刚刚建议市 就是贪这里回香港方便 因为香港厚旺那边走过去 其实十分钟左右 回到香港家里 一个钟内就回到去 超级方便了 殷葬城 预计2022年分阶段落成 设施包括殷儀馆 二十万个骨灰堪位 和十个火发楼 预计每年可以提供 大约17,800个火葬时段 Milk觉得香港政府选址不合理 也担心深圳的单位楼价会下跌 完全影响到我们这边所有居民的生活 本来很漂亮的 一片山 你看到这么多 到时转到这样 接受不了 例如你自己打开窗 本来是一个山景 突然间变了一堆这样的东西 你自己的心都会不舒服 很多隔天梁社都说 会影响到之后的楼价升值 因为你会吹一些味道 因为这边经常向着南边 风吹过来会有那些味道 就是你烧完的东西的味道 会吹过来这边的方向 会觉得很差 会影响所有景观 沙岭在上世纪50年代 已经开始用作殡葬用途 这一大的公务和福建墳墙 至今有70年的历史 在沙岭兴建超级殡葬城 早在2012年提出 2013年莫立法会通过前期工程 撥款6640万元 2017年财委会再撥款18亿4900万 同年展开殡葬城工程 到今年3月为止 政府已经花费11亿的公帕 上星期立法会行政长官答案会上 有议员质询政府 没有考虑大湾区的发展 规划严重失误 如果他们在做政策的时候 有大湾区发展这个理念 怎么会将20万个骨灰坑 怎么会将10个尸体焚化炉 怎么会将30个殡仪馆 放在我们大湾区的中心 怎么会将这个殡仪城 放在我们三个口岸的正中心 我想问一下你的团队 到底在大湾区发展规划这个概念上 到底是下了多少心机 还有有多认真对待 因为官员没有水晶球 我想这个你刚才说的项目 规划了起码十年以上 起码十年以上 十年前可能大家都未看得到 有这个那么大的转变 是这个越港澳大湾区 会提升到的国家经济规划的层面 你突然间要叫停这个项目 是影响很大的 不是纯粹一个大湾区的问题 都是本港七百多万市民 一个很民生逼切的问题 从事殡仪行业已经18年的黄俊坤说 香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面对 骨灰坑位供不应求的问题 香港都是骨灰坑位长期短缺 家人轮候的时间太长 有些先人可能寄存在政府 或者在长山店那里 我们只可以排重庸的坑位 政府重庸坑位 就像一般我们香港人排公屋 基本上要轮候五六年 甚至九年十年以上的时间 才可以上位 时间比较长 2019年本港有四万八千七百零六人离世 四万五千五百四十三人会火葬 不过同年在公众骨灰坑上位价 只有四千一百九十六宗 而食环署核下的火葬场 合共提供四万七千三百零七个火发时段 使用量达到百分之九十六 面对骨灰坑位严重不足 政府2010年提出十八区都要兴建骨灰坑 但区区都遇到阻力 政府预计在2023年至2026年期间 因为重置火发炉 火发时段会进一步减少 黄俊坑认为政府需要有更大规划 应付殷儀设施长期不足的问题 政府就算在哪个地区 在骨灰坑场或者火葬场等等 都会受到当地居民投诉 它的兴建规模一定不会大 接下来沙田石门大约有四万个鸩位 其实都是够香港不够一年的使用量 长远的角度看来 香港规划了超级殷儀城 也是有它的需要 因为它是殷儀馆和火葬场 骨灰坑场 在同一个区域那里 也都可以方便到业界 还有居民和家人 有测量师说 如果修改土地用途 政府要再用三至四年的时间 做规划发展 它就要整个方案出来 就要经过一个 同时间要做很多评估 环保 交通 人流 其他 utility 其他风险评估 之后就有个报告 就会交去规划处 规划处看了之后 就会其他各个政府部门再平核 平核之后就交去承规会 承规会再要审核完之后 都要咨询 审核完通过之后 整个过程最快最快都可能是 我估计三四年 姚逸明说 现阶段难以撒停工程 但可以考虑调整规划 减低对居民的影响 设计上我们可以尽量单向 设计可能将它那些东西 可以面向山 不用面向对着人来住宅 或者是高低层次 设计上可以看得通透一些 和一些我们叫 vertical greening 就是一些垂直的绿化 可以将那个视角 或者可以减低那个 我们叫做visual impact 而反对方案的陈克勤就认为 政府应该趁微正式兴建 殡壮城的时候 作出微调或审树计划 以配合大湾区发展 当大湾区规划纲要出来的时候 其实北区就是一个 很战略性发展的一个土地 而且在帝市政府 亦都是有一个 北区规划发展的一个 这样的纲要在做 所以帝市这里 会有二十多万人在这里住 这个地方 其实如果拿来配合 河套区的发展 配合三个口岸 做一些物流的后勤支援的话 其实是更加合适 他指出兴建殡壮城不急于一时 沙岭用作创科或商业用途 潜力会更加大 批代的方案可以很多 可以在现有的一些 堪位附近再加建 又或者有些人说 把这些坟墙搬去一些离岛 都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我们在强调 沙岭的项目 其实它的经济潜力 和它的发展空间 是比起一个骨灰堪墙殡移城 是大很多的 所以如果我们觉得 真的要在那里 建一个骨灰堪墙 其实就丧失了我们日后 经济发展 和创造就业 或者做一些科技企业的 一个这样的机会 事事多面看 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